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蝴蝶蓝花蟹后如何处理的方法 首先就是给它修剪,然后涂抹多精灵 然后在底部数上大概第三第四节 这是未及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让它后期花芽分化 首先准备一把削挂土的锋利剪刀 然后在这个节点上来大概两厘米或者是一厘米 这是未及给它修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用到多精灵给它涂抹 为了避免它出现一个感染 也要给它处理一下这个剪口 然后在哪里搬来的就搬回哪里 就让它正常的生长就可以了 等到开春它就会花芽分化了 就是长出侧芽侧芝 后期它就会生长的比较旺 开出花朵是比较的大度的 好了,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这个小小的方法能够帮助到 喜欢养蝴蝶蓝的花芽们 好了,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